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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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hello to my football friends 各位喜歡足球的球迷朋友 武安 大家好 感謝你透過CTF的YouTube頻道 守候在手機平板電視機前 一同收看 2022台灣木蘭足球聯賽 今天是 10月29日星期六 台灣時針下午2點55分 由足場球隊桃園戰勝 要在新北斧大足球場 要迎戰台北熊戰 彭宗盛 透過速度的一個變換 來看有沒有辦法突破 桃園戰勝的中場線與後場線 回傳之後 做深入到進去內 這一次可以看到 在 碰球之後 沒讓吳卓衛可以提前 把這球給終結下來 這一次對吳卓衛來講 其實是一個蠻大的失誤 不過這一次可以看到 胡若梅想要多做幾個動作 哇這一次有個遠射 但可以看到 足足位雖然是稍有脫手 不過 這個球的一個彈跳的位置 仍然是他在掌控之內 往中路去做移動 再做這一次直塞 想要再交上高層根 但是 並沒有太好機會 但是橫轉球之後 對方這一次的射門 可惜 哇這邊看到 前場的一個機會 這一次有個射門 來至於謝玲 哇謝玲竟然從門家 手中拿到球 這次去咬上門 這球進了 哇 這一次看到 烏卓衛的這個失誤 讓謝玲 有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會啊 當然 黃毅庭的上場 會不會增加更多 前場的進攻配合呢 謝玲空球之後 成功過對手之後 收到進去 這一次的射門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射門的一個 角度與力道方面 沒有難倒 吳左衛一開始 吳左衛的站位上面 就是在正中心的一個位置 現在 台北熊站這邊 這一次的傳球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4-5-1的一個陣型 其實傳得很好 哇這一次漂亮的一個 轉身之後這次起跳射門 哇這一次的一個動作 其實是非常非常流暢的 走入了這一次的射門 吳左衛是把這個球 給接了下來 這一次的射門 還沒有難得到他 可以看到 在台北熊站也很清楚 田中美盒坑 可能是那個第二點的超刀 所以在防守人員上面 是很緊盯著田中美盒 在這一次的射門 對方的射門 可惜 射門 像烏子盈 剛剛接球的時候 前後是受到對方包夾的 是蠻困難的情況 來做 又很想轉移之後 停一下起右角射門 這一次 吳左衛撲下這球 是非常非常的穩健 吹琦湯了一下之後 這起角射門 是創造出蠻大的一個威脅 隨後這一次一個 近去外的遠射 吳左衛也是很輕鬆的 把這個接下來了 這個時候 出勝裁判演名起來這場比賽結束了哨聲 台北熊戰這邊就靠著 謝怡玲以及高承恩的個人表現 4-4-2兩名的前鋒 各憑著個人的一個能力 一個在禁區外 一個在禁區內的一個強點 這個一場的一個情況下 從門將的手中 斷了下來之後 取得這兩顆進球 最終做客來訪的台北熊戰 是以2-0的比分 帶走了3分積分 謝謝大家